这一颗是国写 也就是国语文写作能力测验 简称就是作文 那它有两题 它的第一题呢 是写短文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生活中人们习惯使用标签 将复杂的事物简化分类在附上标记 有时候我们也将标签使用在人的身上 哲学家淑本华说 人都是从一个拥有的职位 从事的生意隶属的民俗家庭 总体从世俗常规 给这个人的角色位置来判断它 所以人就像商品被贴上标签 跟商品的对待 根据这个人的素质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根本不在意 我们只要随便的去标签它 大作的素的时候 我们都不管它本来其他的特质 或者视而不见 那它这边讲到 例如说有时候会有刻板印象 然后真假对错呢 值得深思 例如说我们会讲某一个世代 是草莓族啊 提到蓝美洲就是 这个很会踢足球啊 那甚至我们可以想嘛 这个什么闽南人啊 客家人啊 什么本省外省 不是这种政治的话题也常被提及吗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假 这个段如果可以很轻易的也可以判断 第一段的叙述是什么 是偏负面的 好我们再看第二段 这个学家贝克指出 人们一旦被贴上某种标签 就会成为标签所指定的人 标签对人的个性意识 自我认同有强烈的影响 当被某一个词语冠上标签的时候 它可能就会往标签所预示的方向去发展 也就是会被暗示嘛 你是大头呆 有没有 然后你是什么光头啊 什么就是这些不好听 给人家取绰号 其实也这种标签 或者是国外的黑人白人啊 这个种族歧视 许多企业呢 赋予员工职称给予正向的标签 以放大标签的力量 例如Apple的销售店中 就会进行诊断的 工程师会叫做什么 会叫做天才 这种职称啊 会间接鼓励员工 去了解最新的知识 提供顾客更好的建议跟技术支持 像星巴克呢 则有什么咖啡大师啊 咖啡大使这类的名称 象征拥有咖啡知识跟专业服务的肯定 我记得不是有一些也会有什么 什么传爱大使啊什么使 也都是有这种概念对不对 看到这边你可以推断出来 这一段内容要讲的是正向的 一段负向一段正向 最后一段就是他希望你写的内容 仔细看哦 你跟我也可以为自己贴上标签 定义对自己的期待 并调整行为符合标签的内容 让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拥有展现个人价值的机会 例如有一些人 他不是会讲他自己是美女帅哥吗 或者是说他给自己一些定义 对不对 也会帮自己取绰号 希望你这样叫他 这都是标签的一种概念 所以这一篇内容 你大概可以知道 他希望透过一个负向 带领正向 然后再将你个人对于标签的期待 跟你的看法把它展现出来 这是他希望你写的东西 可以想象是这样 那我们来看他的问题 根据甲乙两文说明标签的概念 使用于人身上的正面跟负面的作用 你看印证前面他讲负面跟正面 文长线八十字 占四分 也就是他只希望你再重复 他刚刚讲的东西 只要写一点点就好了 看到这边 我们先来看同学怎么写 好我们看最前面的四行 这边他的标题OK 那正面作用跟反面作用 刚刚已经讲到嘛 正面作用 为人被贴上标签后 可能会往标签所预示的正向发展 因此正向标签对人可能有积极的影响 负面作用就是为人一旦被贴上标签 别人就会从这个人的角色位置判断他 而非个人素质和品格 好我先讲一下这个同学写的这个第一段 算中规中矩 但是他只把前面所内容呢 做一点摘要把它写过来 其实更好的方式是 你可以再举更多的例子 简单的写进来 其实这一段写的方式 顶多就是在叙述上 能够再做一些进步 其实这一段四行字能够调整的不多 但我会建议你可以尽量减少重复它 已经在上面出现过的文字 简单的阐述一下正向跟负向 然后做一些简单的举例 不要跟它完全一样 但在这四行当中 本来能够发挥的就很有限 我们再来看刚刚这个题目的第二段 第二段是重点 日常生活中不乏贴标签 或被贴标签的实例 请写一篇短文 举例说明你对标签现象的看法 文长四百字内 最多就是十九行 这个作文不是叫你写一篇长篇的 它只要你四百字 所以它这是一个短文的作文 所以它更倾向是要叫你 做一些举例 举标签跟被贴标签的实际的案例 举例说明你对标签的看法 要写的是这几个重点 所以我们在看作文题目 花那么多时间讲 就是你要审题 确定 然后定义标签文化下想要讲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同学怎么写 它的第一段大概就讲说 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被人家贴标签 或者贴人家标签的情况 它大概讲的就是这个 就是被人家贴 或者是贴别人的情况 正向的积极的 有些是负面的 第一段跟第二段呢 都重复用了一个词叫做 在我看来 我会建议同学改成对我来说 在我看来比较主观 我们写文章 尽量不要太强烈的用词 在我看来 把它修饰成对我来说 会更客观 更能够达到一个文章 所叙述的方式 所以它第一段就讲说 可能是正向 可能是负向 它的第二段讲到首先 正如文中所述等等 人们被贴的标签 所标定的人 对一个人成长 发展很关键等等 然后后面呢 最重要是它要举例 它这边举例了 勇士队的这个 身份审舍手 Curry 它讲到说 它被高中大学的教练 断言说 你不能打篮球 然后到后来它被新的教练看中 鼓励它说 它是一个球星 然后也确实它变成 世界知名的球星 那这是它第一个例子 第二段它写到第三段 负面的 然后等等等 然后这边呢 它写了一个简写字 消灭的灭 虚然它要注意一下 要减少这种简体字的出现 最好是不要出现 因为这是作文 老师很讲究 不能写简体字 好第二段它讲到就是 梅西这个足球员 足球明星 本来是诸如正 那后来是成为了 世界知名的足球巨星 整篇呢 要拿到基本的分数没问题 但是要拿到高的分数 就很有问题 第一个呢 不太会用什么 纵上手术这个词 这个是写生润才会用的 我建议过文啊 不要 再来呢 400字的短文啊 不需要写到四段 你只要写三段就可以了 因为没有那么多内容 三段其实就够 写到四段的话呢 你要拆得很细 比较不好写 那首先 其次这些词 没有太大的问题 这个手段 写首先 其次 问题不大 但是呢 因为这个短文 写标签嘛 其实不是很难发挥 但你就要定义 你想要讲的是 梅西这个故事是 跟柯里这个故事 到底差别在哪里 他们都是被标签 然后后来逆转嘛 那你有没有一些例子 是被标签 然后走向不好的结果 就是因为人给他乱贴标签 例如说你也讲 我从小有个同学 讲他是丑拔怪 结果导致他很自卑 你可不可以讲类似的故事 所以我给同学建议就是 当你要写作文的时候 你要准备一些故事 准备一些例子 有励志的 有奋发向上的 然后把它练好 你每次去写作文的时候 就写那个例子 整理一下 给这个同学的建议是这样的 第一个 字体的部分呢 还有努力的空间 但我也觉得 他已经很努力在写 但是有些字哦 稍微比较吵了一点 建议可以再多写 让他可以 字呢 可以再工整一点 然后像这个字啊 飞太高了 像这个字 所以第一个是字体哦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举例 这边举的Curry 跟梅西这两个 知名的球星的例子 能不能把这些例子 写得更精准 更漂亮 就是取决于 你在平常练的功夫 所以建议同学 你可以专注在几个 你很喜欢的例子上 特别为他们准备 量身定做的内容 每次遇到作文 就可以把这个例子 举出来 写出来 励志的啦 成功的 失败 都可以把他们写出来 既然你每次考试写作文的时候 都会用到 不如你就把他们写好一点 每次只要遇到 你就可以把他们使用出来 把他写得漂亮 写得精准 最后这个同学 他说要花了40分钟写 我想时间控制的部分上 还是OK的 好的 那以上呢 就是我这一期 批改这个同学的 练习作文题目短文 的一个写作 分享给你 希望听到有所帮助跟启发 谢谢收看 那我们下期见